各位观众老爷们 我又回来了 之前的索尼100款独占游戏 只做了一期就割了 实在抱歉 因为评论区对独占这个定义的争论比较多 有的观众认为 一直到其他平台就不算独占了 有的玩家认为首发独占 本质上还是独占 于是在查找资料上消耗了不少时间 所以为了减少争议 从本期开始 我们会尽量挑选 只在索尼平台发售的真独占 来对游戏进行简单的介绍 当然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好玩的 首发独占游戏 我们还是会进行介绍的 那么闲话少叙 就要我们正式开始吧 快魂 要问奇葩游戏能够带个人什么样的体验 在提问之前 不妨先来试试快魂 严格来说 我们可以把快魂归类于动作游戏 但是它却极其注重创意 游戏列玩家扮演王子 目的是为了用手里什么都能吸的快 重塑出一个被父亲尸手毁掉的月球 游戏的玩法简单直观 就是推动摇杆 控制屏幕中的小球 用来粘起各种各样的东西 随着小球越变越大 可以粘起的物体也会越来越多 小到文具 大到建筑 甚至动物和人也不放过 因此 近1500种物品的收集 成为了游戏的一大卖点 正是因为其简单的规则 明快的节奏和清晰的风格 使其适合于各类玩家群 也许是游戏过于奇葩 跨魂最初并没有实现惊人创举 但它在发售后的前九周 一直是日本销量前十的游戏之一 在此期间守着超过10万份 这对一个新IP 尤其是不走常规套路的游戏来说 已经是不错的成绩 不过与此同时 跨魂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 却远远流长 2012年7月29日 游戏被列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进行展览 同年11月29日 被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 古堡迷踪 古堡迷踪原计划 于初代PlayStation发售 可是计划跟不上变化 一方面是不断打磨 一再延期 另一方面是受到技能限制 最后开发历史4年 转而登陆PlayStation2平台 在游戏中 主角SO需要在逃离古堡的旅途中 保护白衣少女二党 与意图将它抓回囚龙的黑影怪对抗 通过解密互动来解除它通过各种障碍 可以说主角之间的互动是游戏的核心 古堡迷踪用极其有限的文本 讲述了完整的故事 在当时读书一致 虽然在商业上没有取得成功 但艺术表现 玩法设计和故事讲述手法都广受好评 并获得了多项奖项 影响了包括宫琴 高战争的许多后来者 2011年 SO和旺达与巨像 经过高青虫之后 于PlayStation3平台发行 旺达与巨像 是SO小组系列作品 由曾开发古堡民宗的团队开发制作 最早于2005年 作为PS2独战游戏发行 男主角旺达为了让音被当作祭品 而失去灵魂的少女苏醒 偷走了村子里的往昔之剑 与他的马亚格罗一起前往被禁忌的往昔大地 被封在大地神殿的神多尔明告诉旺达 要达成他给的条件 才能将女主角的灵魂回归 而条件就是将在往昔大地的16只巨像打倒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游戏结局出现 这婴孩头上有脚 跟前者角色形象类似 有玩家推测 旺达与巨像就是SO的前传 不过制作人上天文人曾明确表示 两部游戏并没有直接的剧情联系 延续了上天文人一贯的风格 管人少语却能讲述出意味深长的故事 除了这方面的赞誉外 各具特色的具象 宏大的背景世界 获得众多媒体和玩家的赞扬 旺达与巨像原版最早登陆于 PlayStation 2平台 发售时一书晚期 最后在PlayStation 3平台 推出高进化的HD版 由于PlayStation 4平台 推出重制版 风之克罗诺亚2 世界要忘却的事物 克罗诺亚的形象诞生于1997年 在官方的设定中 套着基于日语诞生的独特语言 是一名类似精灵的幻想种生物 不过相较于手作 得益于PS2更为强大的机能 全面净化的二代更为致命 在这部续作里 游戏采用了全3D的场景和人物 过场动画变为了极实演算 并且运用了卡通渲染技术 令人画面有更贴近动画的观感 动态运进系统 因而游戏画面更具视觉震撼 游戏的玩法在前作的基础上 增加了些许新的要素 也为游戏增色不少 大部分时间里 玩家都是在二地横桌上进行移动 不过某些谜题 却允许玩家与前景 或背脊中的物体进行交互 用意克服障碍和解决难题 此外 科罗诺亚的另一项特技 是他能够使用手上的戒指 施展出标志性的风弹射击敌人 并且一旦击中敌人 玩家就可以抓住敌人 在人想空中进行二段跳 不过 尽管《风之科罗诺亚2》 是系列的正统续作 但除了主角和玩法外 二代的剧情和设定 与前作并无关联 尽管《风之科罗诺亚2》 收到了媒体们的一片赞美 埃金给出9.2分 并把它列为 PlayStation 2发售首年的 史家游戏 在《麦德克里克》上 也拿到了均分91分的好成绩 但销量却并不尽如人意 在日本 游戏的首周销量约3.4万套 总销量是13.3万套 这也造成了原定一只 任天堂的NGC主机的计划 直接搁浅 暗云编年史 暗云编年史有开发过 《勇者斗龙8》的Lava5 而如今已成为过去时的 索尼日本工作室开发 于2002年11月在日本发行 之后也登陆了欧美市场 暗云曾经是以代工起家的 Lava5首款自演动作游戏 在首作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后 公司便决定尝试系列化 游戏使用了与全作相似的 动作角色扮演 与城市建造机制 玩家在程序生成的地牢中移动 与怪物战斗并收集物品 玩家可以控制两位主角 与大多数角色升级的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不同 游戏中的武器每次击杀 都会获得升级点数 一旦到达一定数值 武器就会自动升级 而如果武器具有一定数量的 指定属性 则可以组装成更强大的武器 可以说 积累是获得每个角色 最强大武器的唯一途径 暗云编年史在各方面 都有了质的变化 因此评价一片大好 Matic Rekt上的总得分为87分 其中GamesPod为这款游戏 打出了9分 称其为迄今为止 PlayStation 2平台上最好的游戏之一 Igien同样为游戏打了9分 在这之后 游戏又顶了GamesPod颁发的 最佳PlayStation 2游戏 还被提名为 第一届英国学院游戏奖的 最佳冒险游戏 不过 结果还是略选与萨尔达传说 风之仗一筹 神之手 神之手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仅有提及 属于三上争私自我放飞的作品 可能大多数玩家都不知道 看起来不苟元素的恐怖游戏制作人 其实是为功夫民 在上大学之前学了好几年武术 如果说在别的游戏里 他以严肃面孔示人 那么本作就是展现 三上自我调感精神的另一面 游戏致近了不少经典动漫和漫画 例如北斗神拳和哲哲的奇妙冒险 同时从他钟情的武侠电影里 获取了灵感 加入了东西方的各种奇趣元素 而玩法方面 则将动作与节奏相融合 以武术家为主角展开冒险 得益于三上对武术的喜爱 游戏的动作和招式都极为丰富 游戏中有一百多个动作 供玩家选择 包括基本的刺拳和罪拳和卡布耶拉武术等 但这也正是贴在游戏上签名的个人画标签 让游戏极为硬核 游戏在发售后评价褒贬不一 爱情也只给了最初版本打了三分 在玩家之间展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制作者的浓重的个人风格 没有获得市场的青睐 于是在销量上厚集法力 到了年底 仅售出约6万分 不知道是否跟神之手遭遇的滑铁卢有关 在游戏发售不久之后 C草工作室宣布关闭 至此靠谱公园第四开发部人员尽数离职 杰克三 杰克三是玩逼狗所打造的杰克三部曲的结局 玩逼狗让玩家分饰捷克和达克斯特两角 通过玩家分配不同任务来引导双线故事的进行 与其前身一样 杰克三的玩法融合了平台跳跃 射击解密及竞速等 此外还增加了新的武器 设备和可玩区域 只要执行的并不是线性或者定时任务 玩家就可以自由探索游戏世界 杰克三凭借玩法的丰富 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正面评价 麦迪克克的综合评分为84分 其中埃及恩给出了9.6分的评价 GameSpot则打出了8.6分 胜赞了游戏出色的视觉效果 并认为比之前作拥有更多武器 更多能力 有着坚实的平台动作游戏底则 并凭借标志性的幽默演出 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最好杰克三在GameSpot2004年的 最佳平台游戏奖项类别中获得提名 最终屈屈刺激 输给了下面要提到的瑞奇与叮当3 瑞奇与叮当3 瑞奇与叮当3是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游戏于2004年10月2日发布 并且得到了一致好评 在Mate Creek上赢得91分平均评价分数 游戏玩法与该系列之前的游戏相比 并没有太大突破 不过胜在扎实 并且无论是经典角色在这部作品里回归 还是在此前的基础上引入的新功能 都让玩家愿意买账 比如进一步丰富的武器升级系统 随着玩家在游戏中的进步 可以获得新的武器和升级 除了可供玩家使用的20种武器外 每种武器还有8个强度等级 购买武器后可获得5个升级 然后在游戏完成后获得3个升级 除了战斗武器外 还有其他10个拥有解密的小工具可以设计 此外游戏还提供了多人在线游戏模式 玩法包括死亡竞赛 夺棋和围攻 最多支持8名玩家同场竞技 自发行以来 锐区与叮当三 仅在美国就预设出超过110万分 而凭借出色表现 他们还赢得了GameSpot2004年的最佳平台游戏奖 而爱奇恩在他们的25大PS2游戏的名单中 也将这款游戏列为第18名 王国之星2 王国之星2是史克威尔·埃尼克斯 于2005年12月22日发出的PlayStation 2游戏 是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本作与王国之星系列其他作品一样 结合了迪士尼与最终幻想系列的人物 包括美人鱼 美女野兽 阿拉丁 花木兰 狮子王 大力士 圣诞夜惊魂 米老鼠都会有登场 也就是说 在这款游戏里 你能看到两大知名IP的梦幻联动 而战斗则采用了实时制 并提供了魔法 物品 召唤生物协助 和与其他队友进行组合攻击等选项 王国之星2一经上市就获得了好评 可谓是拿脚拿到手软 先是与生化危机寺 一同获得发明通年度最佳游戏 又在2006年 Igian的PlayStation 2游戏 读者选择奖中排名第一 电子游戏杂志 电子游戏月刊 将其评为2006年最佳剧作游戏 Gaming Formal 将其列为2006年50大游戏 游戏在发行后 数招内出货量超过100万份 到2007年4月 全局销量已经超过400万份 目前包括了这部作品的王国之星合集 已经登陆了主机及PC平台 女神一文路3 女神一文路3 是日报奥特拉斯公司 在2006年7月13日 于PlayStation 2平台发售的角色扮演游戏 为女神转生系列的分支 女神一文路系列的第三部本传作品 主题颜色为蓝色 女神一文路系列 系列不同于严肃黑暗的女神转生 无论是故事基调还是舞台 相较于前者都要轻松不少 本作依然以学员为舞台 系列中又称为人格面具 这一特殊能力的少年少女的故事 本作由真女神转生3NOKTRA的团队制作 制作人是真女神转生3NOKTRA的乔野贵 学色设计及新的人格面具设计 由附导成绩负责 部分采用了金子一码的插画 游戏剧离前作发售相隔6年时间 本作采用全新的设定 加入时间与人际关系系统 加重学员的日常生活的部分 除了人格面具的合成外 同样加入技能机场和技能转换系统 强化了培养的深度 而战斗系统是由真女神转生3NOKTRA的战斗系统改良 加入前者系统中受欢迎的要素 游戏版一直做女神英文路3鞋带版 于2009年推出 正对出版游戏做了修改 采用了在女神英文路4中收到好评的设计 并追加了女性主角 摄录了新剧情 女神英文路3的首发PS2版本 在MaticRick网站上得到了86份加评 获得发明通2006年度游戏大奖的优秀奖 在日本累计收出约21万套 合金装备3 实时者 实直2004年 科勒美还是游戏开发公司当中的趣头之一 合金装备系列正是他们旗下的一块金子招牌 本作为系列时间轴上最早的故事 由裸蛇担任主角 开启了整个长片的序章 故事发生在1964年 也就是原版合金装备事件发生的31年前 将之前的合金装备游戏的高科技 近未来的装饰换成了荒野 虽然环境发生了变化 但游戏的重点仍然是潜入 同时保留了导致打破第四勉强的幽默感 其大量的过场动画 本作并加入了生存实装系统 玩家可以看到绝色受伤 可以吃刚不获的食物 除了真实地表现出近身距离作战技巧外 游戏同时还有力地表现了野外求生这额外主题 合金装备3 实时者 因其故事 游戏玩法 图形 设置 角色和结局 以及与系列惯例的背离而受到赞誉 在MaticRigge上 68条媒体评论的评论分为91分 在商业上 截至2010年3月 其全球销量已超过400万份 可在合金装备2自由之子700万份的销量 比起来并不算理想 游戏重制版版本 收录进系列高精合集 上架了PlayStation 3 PlayStation Vita 和Xbox 360平台 而重新设计的版本 合金装备实时者3D 还登陆了任天堂3D-S 战神2 为索尼电脑娱乐圣塔莫尼卡工作室 所开发的战神续片新作 由索尼电脑娱乐发行 于2007年3月13日独占发行于 PlayStation 2平台上 案情节来看是战神系列第六作 战神2故事介于战神背叛和战神3之间 彼时还没有战神和他的老父亲的故事 首次仍然是奎德斯表达爱的方式 鸟点纳之刃是奎也最趁手的兵器 本次中的大部分攻击方式 都是基于制把武器和技能的组合 动作性是战神2的最大卖点 而游戏品来跳跃 解密 其让人脸红轻跳的小游戏 则进一步调动玩家的荷尔蒙 包括阴神女妖 牛头怪 蛇发女妖 尸臼 独眼巨人 野蛮人 祭司等等 让人一次性打爆爽爆 并且与其前作相比 不论是谜题的规模 还是boss数量都要多上不少 战神2发生后 在多个地区都获得了出色的商业成绩 在北美 截至2007年3月底 他收出了83万份 是第二畅销游戏的两倍 在英国 他在发行的第一种 就成为最畅销的游戏 发行后的前三个月销量超过100万份 2012年6月 索尼报告称其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了424万份 最终幻想时 最终幻想X为系列第十部正转 从1999年开始开发 成本约40亿日元 工作人员超过100名 其中大多参与过系列潜作的开发 最终幻想X在角色面部表情绚案上使用了新手段 如动作捕捉和谷歌动画的新技术 让动画师创作逼正的嘴唇动作 并编程配合游戏配音演员的语音 并且游戏实现了以写实的游戏3D背景取代预渲染背景 创作比传统最终幻想系列游戏更逼真的世界地图 另外 制作者最初还打算提供在线元素 不过在制作中途放弃 直到最终幻想XS得以实现 此外 团队首都为游戏角色起用配音 最终幻想X以计算时间战斗系统取代了即时战斗系统 并使用名为幻光球盘的新升级系统 制作人板口博信称 虽然他对2D到3D背景的转变 使用配音以及及时故事讲述表示担忧 但最终幻想系列的一大成功因素 就是开发团队不断挑战尝试新事物 最终幻想XS换到媒体的高度赞誉以及高销量 不过因为当时上算PS2平台的初期 PS2主机的销售数字还处于大幅落后前代PS主机的状态 开发组并没有的销量有过高期望 然而游戏在日本的预售就超过140万桃 创下当时游戏机RPG最快的销售纪录 发售四天后在日本出货214万桃 售出192.6万桃 是最早突破200万和400万相认的PlayStation2游戏 到2004年1月时售出660万桃 在2009年10月时为第六畅销PlayStation2平台游戏 PS2版本累积在全球出货超过850万份 随着PS2版最终幻想X的商业成功 2003年十个威尔埃尼克斯继续在PS2平台上发行了后转 最终幻想X2 续作设定于最终幻想X结局的两年后 以新冲突和难题为情节 并解释了原游戏留下的未解结局 暗影之星 启约 暗影之星启约为暗影之星系列的第二款作品 2004年在日本发行 由PlayStation2游战 2005年又在日本发行了包含额外内容的导演剪辑版 游戏故事发生在1915年 也就是一战期间 在游戏过程中 玩家需要共治角色去往不同地点探索 面对敌人时展开回合之战斗 每个玩家角色都有生命值 技能值和理智值 SP通常每回合介绍一次 当角色用完SP时 他们会发疯 并且无法被玩家控制 游戏的世界观将相提历史 与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元素相结合 游戏玩法的卖点之一是审判环系统 审判环为表面带有不同色色的圆盘 玩家需要让指针停留在特定区域 以在战斗中为自己增添额外buff 另外审判环也用于商店购物 判定成功可以降低购买的商品价格 或提高手上物品的售出价格 根据发现上安苏子的数据 到2004年11月 日本的销售量已经达到了15万左右 而因为未透露姓们的Notalus项目主管 则称日本的销售量为12万份 而日本和北美的组销量达到约为24万档 勇者斗龙8 天空 碧海 大地 与被阻证的公主 是由赖王5开发 由史克威尔·安迪克斯发行的 PlayStation 2平台电子角色扮演游戏 于2004年在日本发行 游戏是《勇者斗龙》系列的第八部本战作品 在本作之前 系列英文版一直使用Dragon温柔作标题 因此本作是第一部以Dragon Quest为英文版标题的作品 如同系列其他作品 《枯井熊2》担任游戏编剧 《鸟山明》担任人设 《游戏音乐》 《走长山好一》制作 不同的是 《勇者斗龙8》 为角色和场景的3D切模 使用了卡通渲染效果 同时也是系列中 第一部图像权威3D 几时云算构成的游戏 本作保留了系列的大部分元素 如回合之战斗和《戒案直升级系统》 游戏发射后 3D缩的卡通画面受到称赞 但针对其简单的游戏玩法 出现过一些批评的声音 不过GameSpot在评测里写道 没有很多类型的角色使游戏简单 让玩家能对主角更涉及 这正是系列的坚持与传承 《勇者斗龙8》于2004年10月27日 在日本PlayStation2平台发射后 游戏便在手中出货300万套 成为发售当时日本PlayStation2平台销售最快的作品 截至2009年3月 《勇者斗龙8》自全球出货量达490万份 其中北美超过43万 《杀戮地带》 《杀戮地带》是一款索尼第一方 为数不度的射击游戏 游戏自2004年发售 故事以未来世界为舞台 讲述的是不断往银河发展的人类 分裂为军阁主义激进派与保守派 展开的星际大战 《杀戮地带》在发售前一直被拒予厚望 甚至大家一度为它冠上了《荒环杀手》没有赞 然而初代的发售打破了玩家们的美妙想象 尽管大家认为《杀戮地带》的视觉效果 艺术设计 配乐和氛围都表现在线 但作为一款游戏 与其他同类作品相比较 设计手感仍然是个大问题 游戏的Medicode上评分仅为70分 包括游戏的AI 映画表现和帧数都受到了抨击 Igm称游戏为索然无味的平忧 平忧的初代尽管让人失望 不许没有让团队陷入绝望 可二代的航空出世带来了不少惊喜 但不巧的是 系列的质量未能持续保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准 如今GirlGames工作室的重心 早已转向了开放世界 奥丁领域 奥丁领域于2007年5月17日 在PlayStation 2平台发售 有开发公主皇冠和龙村镇的香草社担当制作 作曲最由金手皇家骑士团系列的《奇缘人》负责 游戏主要视觉设计是社会的幻想绘本风格 以用瓦格纳创作的歌剧《一波龙根的指环》为基础 游戏角色们和世界观参考自北欧神话和指环王 剧情在五大灾恶将会毁灭世界的预言下展开 五位主人公们的故事相互交错 玩家从中选择一位主人公展开冒险 游戏的过场剧情都以舞台剧放式演出 奥丁领域在日本的首周售出近6万份 到2007年底 该地区的销量达到9万6千份 在北美发售后 游戏登上了销量排行榜的榜首 在首月就基上北美最畅销游戏前20名 并且是该盘名中唯一新IP 根据Atlas的统计 奥丁领域在2007年至2008年期间 在全球销售了35万份 截至2015年 该游戏在全球售出超过50万份 怪物猎人 怪物猎人是系列的开山之作 于2004年3月11日 在PlayStation2平台推出 在游戏中 玩家能够从村长或工会中棘手任务 这些任务以难度分歧 从从解锁升级 而任务主要有分为四种 狩猎 采集 捕获 即事件 狩猎任务即狩猎一只 或树枝特定魔物 采集任务即采集一些特定物件 捕获任务即在没有杀死特定怪物的情况下 以现行捕获他们 怪物猎人的火热 引发了共斗游戏的风潮 尽管本作大部分任务 都可以在领线状态下一人完成 但联机才是游戏的最大乐趣 校长好友 一起与几倍于猎人身去的巨手搏斗 带来的是一次次心跳的回忆 虽然游戏对玩家的操作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但长空的喜悦让人沉浸其中 游戏于2004年3月11日发布后 截至2013年3月23日 已收出了50万份游戏 其中28万份在日本售出 11万份在北美售出 以及8万份在欧洲售出 本作后来推出资料片 《怪物猎人器》 于2005年1月20日在日本发布 同年本作被重置为怪物猎人携带版 登陆PSP 吉他英雄 吉他英雄是一款音乐极测游戏 在2005年首次亮相 玩家使用的吉他型游戏控制器来模拟弹奏 游戏试图模仿弹奏真正吉他 包括使用跨速弹奏和进阶执法等等 除了担任游戏模式外 还能够让玩家在同首歌曲里竞争及合作 此后推出的作品也提供了包括人生 和苦在内的乐队编制支持 系列的第一款游戏的预算请了100万美元 但发售后大受欢迎 因此开发商得到了动视的青睐 并收购了他们 尽管早期取得了成功 但吉他英雄系列作品 自从2009年开始持续下滑 尽管仍然有这一批忠实粉丝 但动视仍然表示系列将停止开发 不过到了2015年 动视突然宣布了系列9倍的新作 其他英雄现场 可这一次没能等到时代运转 游戏发售后反响频频 于是他们转手将工作室卖给了玉璧 GD赛车4 GD赛车系列一直根治于索尼平台 其玩法以真实的驾驶模拟而著称 而说到GD赛车4 这款游戏早在2003年末就推出了试玩版 不过当时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之后 为了保证游戏的品质 开发商不惜一拖再拖 直到一年多以后才迟迟登场 游戏中提供了来自80个制造商的700种车型 最早的是1886年的戴姆勒四轮汽车 最晚的是2022年的未来概念车 此外还提供了51条下道让玩家驰骋 游戏的日文、韩文和中文版都附带有一本212样的驾驶说明 以及赛车原理的教程 可见其硬核程度 游戏的最大特色是开创了前所未有的BSPEC游戏方式 所谓BSPEC 即玩家可以成为导航员 只会加速、减速及过完时机等操作 据说玩家多次正确指示的电脑驾驶员 会吸取这些驾驶经验 玩家将会见证它一步步成为老司机的过程 游戏已经发售广说好评 并取得商业成功成为2005年销量最高的游戏之一 也是PS2第三畅销的游戏 截至2016年3月 季地赛车4在日本出货127万张 北美347万张 欧洲683万张 亚洲18万张 共计1176万张 寂静灵2 是2001年由科勒美所发售的游戏 类别与前作寂静灵相同 为惊悚游戏 系列作的第二部作品 本作剧情与前作同在寂静灵发生 但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主角詹姆斯由于说到 与三年前去世妻子玛丽的来信 称我将与你有着共同回忆的地方等你 于是为寻求真相 他只剩一人前往了气境里 游戏中的氛围与一带接近 废弃衰败的城市 与街道上持续不断的浓舞 给了原汁原味的体验 但相比起前者 更注重精神方面的刻画 游戏中 主角的冒险 象征着他对自己内心不断探索 游戏中的怪物 也被设计成 詹姆斯潛意识中某部分的放大 而序列最为标志性的形象 三角头 也是詹姆斯根据这个历史中的 死刑执行者 所想想出来的惩罚者 《戏经理2》通常被认为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子游戏之一 2009年 爱情将其列为 2000年之后 创作的五款最佳恐怖游戏之一 并于2018年 再次入选爱情的 有史以来100款最伟大的电子游戏 《强威守则》 《强威守则》 是日本游戏公司 Petroline制作的恐怖游戏 于2006年1月19日 在PlayStation2品牌发行 由于不想制作 类似于生化危机的游戏 或是市面上 基于僵尸、幽灵和恐怖杀手机的惊吓 开发商Petroline 决定把重心放在心理恐怖上 游戏主题之一 是儿童或成人的 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 以及如果他们被赋予 对成人的权利 他们会如何对待成人 剧情选用童话绘本的方式讲述 但内容却相当的残忍与黑暗 游玩时 玩家只能够使用一些简易武器 所以躲藏 往往是比直面敌人更可靠的战略 不过开发团队仅有25人 加上预算和时间问题 战斗系统有一点粗糙 制作人石川修斯和高山玉 也形容为本质上是一部互动电影 以詹妮佛的童年创伤记忆为中心 一个普通脆弱的女孩记忆中的 夸张表现 GamePro将强威守则 视为恐怖类游戏的经典作品之一 这位这是一件 让人流连忘返的艺术作品 称赞他对主题的墙面处理 以及詹妮佛创伤的表现 但爱奇恩将强威守则 列为2000年之后 最糟糕的恐怖游戏之一 鬼武者2 武士的命运 鬼武者2武士的命运 受道传静2负责开发 于2002年3月7日 在PlayStation 2品代发售 鬼武者系列本身是由 生化危机衍生出来的作品 但到了二代 跟后者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玩法方面 更注重动作性 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日本 围绕新主角柳生石兵未展开 继承了半鬼族之血的他 为了复仇 与之前新厂率领的恶魔军队作战 游戏保留了前侧的动作元素 允许玩家收集包括弓箭 和火神枪的武器 或是某些能够使出魔法的元素武器 通过击败敌人来升级培养 此外 不过最值得说的还是好感度系统 除了主角之外 游戏还有四个可玩的角色 哪个角色随着好感度不同 在故事中占有的气氛 也会有相应变化 换句话说 角色对玩家的好感度高 剧情将围绕该角色进行 玩家的行动决定了哪些角色 或决定帮助玩家完成任务 《可物者2》推出后 深受玩家欢迎 《范面通》杂志打出了36分 GameSpot将其列为2002年 最佳动作冒险游戏好选者之一 2002年4月 Copcom宣布他们在日本的销量 超过了100万份 截至2008年5月 它也在全球售出超过190万份 鬼气 鬼气于2001年 在PlayStation 2平台推出 其灵感来自于传说中的 《生化危机3.5》 负责人山上真思 要求神谷音术 使用新的3D人物模组 且其他开发人员认为 游戏好更大的进步空间 结果开发出的半成品 偏离了《生化危机》原本的风格 恐怖感下降而风格更苦 山上说服了卡普工上层 让作品继续开发 但游戏必须换一个标题 脱离原本的《生化危机》系列 最终的成品便是题材 从科幻变为魔幻的鬼气 虽然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作品 但首作中仍然有着 《生化危机》的影子 最显而易见的 就是游戏中的 《看门音效》 为以往《生化危机》系列的音效 而出场的敌人 也有着《生化危机》的风格 鬼气被人成为一个 极限战斗的 动作类游戏分支的始组 不断用酷炫的联机 征服每位观者的心 作为三大动作游戏之一 鬼气系列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 在2010年 再经100大PlayStation 2 游戏评选中 鬼气居42位 鬼气3居18位 鬼气最初由PS2独战 于2001年8月23日发售 全球销量有216万套 如今系列已经遍地开花 在全球销量超过900万份 成为卡普空百经大作 大神 大神受卡普空旗下的 四叶草工作室开发 游戏最初于2006年4月20日 在PS2平台发售 游戏故事背景取材 在日本神话 传说 童话等等 讲述八级大蛇为祸人间 于是天照大神 降山于世间 退职怪物的故事 游戏水摸卡通风格的画面 别去一格 充满创业的笔调系统 也是游戏的卖点 玩家需要在探险途中 寻找12生销 掌控13种笔调 另外 为了衬托游戏本身的日本风味 大神还使用了传统音乐哑乐 因此受到好评 不过由于游戏中的谜题提示过多 而且战斗难度偏低 加上荣常的对话和缓慢的节奏 容易造成开局劝退 游戏最大的问题在于 叫好不叫做 在日本 PS2版本销售量 仅近14万 本作于推出后 在位上复刻 并将于2012年尾 在PS3再次以高清模式复刻 发行了大神绝景版 207年12月 再度高清化 一直到PlayStation 4 Xbox One Windows等平台 由于2018年 以置之人天堂Switch 并追加触控 集体感多种指令而发 以上的独战游戏 主要以PS2平台为主 其中有漏掉的游戏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 进行补充说明 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 盘点索尼平台的独战游戏 感兴趣的话 不妨加个关注 这里是游戏狙血奈 我们下期见